在这寸末天寒的耶诞夜,内政部长林金生夫妇来到台北新郊的真光商谈教养院,慰问院里一百多位残疾的儿童。 林部长夫妇在参观了每一间镜头门新宿的房间,以及正在排演歌舞自己庆祝耶诞的孩子们以后,林部长夫人特别捐赠了新台币五万元,给院童门购买工医跟做家菜金。 今年的耶诞节,由于政府呼吁希望大家不要借耶诞的名义,狂欢达胆,挥起了耶诞日宗教的神圣含义。 从许多方面看来,一般人似乎都响应了这项呼吁,街上耶诞离品店,虽然摆满了耶诞贺卡跟五彩花时形成的海桥林章小事物,火树银花一般,但是基于店员们表示,今年销售的数量还不及去年一年所销售的一半多。 今年狂欢的人走了,却有更多的人发挥了耶诞离品博爱的精神,从事许多的慈善活动。 像美国运通银行的许多位女士们,就是其中的代表。 他们今天带着一百多份玩具、典型和日用品到旧宗儿童福利中心,送给院童门,带给院童门人间无限的温用痕。 在每一个教堂里,表示最能让人感受到耶诞气氛的场所。 提高教堂,除了布置了美丽的耶诞树,有些也布置了耶稣基督降生马桃,三天,传报体现的体制。 圣主教徒,今天都还要到教堂望祠面明达,基督教徒也要在深夜报家音,传播耶稣降临的体讯。 所以在我们来说,这却是一个圣主降生万民同感兴奋的大节日。